莫托藏语意为隐藏着的莲花 地处崖鲁藏部江下游 被誉为中国最后的秘境 1962年6月 西藏军区部队挥师挺进莫托 才结束了莫托有边无防的历史 但由于莫托境内遍布原始森林交通不便 因此一直没有成建制的女兵进驻 大家是近60年首批进驻莫托的女兵 这个莫托全体官兵都在家里等大家回家 因为这个莫托气候也比较舒适 比较宜人 大家不要害怕 不要担心 原始森林的那种感觉 千三鸟非诀 近年来随着边防条件的改善 驻守在莫托的西藏军区某边防团 终于迎来了首批成建制进驻的 24名大学生女兵 她们平均年龄不到25岁 兵龄最短的只有一年 最长的已在西藏服役9年 以前一直听说莫托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一直也想去看一看 但现如今是以一名边防军人的身份去接近她 我觉得更是一种不同的体验吧 列宾原江梦 曾两次报名参军 最终如愿来到西藏高原服役 对即将展开的戍边生活 她充满了期待 就特别想像男兵一样 手握着钢枪走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那一定老帅了 终于如愿地要去莫托树边 这些年轻的女兵们 有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与自豪 我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成一首参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这些年轻的东西 要很准备 来了